TBS熱烈頭條追星情報戰 今天早上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隨著近期每個禮拜都有韓星 要來台灣 很多韓國的像是音樂慶典 還有像是節目 很多都來台灣來錄影 不過在這些活動當中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Waterbump 水炸彈音樂祭 這次原本預計是要在下禮拜 跟大家來見面 就是這麼的清爽節暑 因為台上台下都會噴水槍 而且這次韓國的陣容 甚至邀請到了 臉蛋天才車營油來開唱 每年韓國的Waterbump 卡斯陣容都非常的強大 所以大家也是人氣非常的高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台灣的陣容有誰呢 像是有水炸彈的男神Huta 還有像是我們的Jessica Jesse還有水炸彈女神全恩菲 其實通通本來都會來台北做演出 而且是在9月14號15號 要來跟大家一起嗨 但是呢 這次其實Waterbump的這個籌備過程 真的是一波三折 因為原本是有很多主辦單位 一起來共同辦理這個活動 不過呢 在8月初的時候 可以看到像是 超級圓頂 他就宣布說要退出這個活動了 接下來呢 在昨天晚間的時候呢 像是曾經舉辦過 ESPA演唱會的 iMe台灣呢 也是宣布要來退出 接著呢 就是有辦過金秀賢見面會的 滴秀台灣 也宣布要退出了 而且他們三個呢 通通都提到了 最後呢 這個活動會有一個新的主辦單位 叫做Max Mini來舉行 不過只有一個主辦單位 怎麼會夠呢 所以非常多粉絲就感到不安 想說這個活動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取消了 果不其然在昨天晚間的時候呢 Max Mini這個主辦單位 就宣布了要延期喔 不過理由好像給的蠻牽強的 因為他的理由是呢 由於不穩定的天氣影響 以及考量到氣象局的氣象檢測的結果 那很多歌迷就不滿說 明明就時間日期都還沒到 你怎麼知道當天會不會下大雨 會不會有什麼事情呢 理由有點太牽強了吧 可是呢 如果你是已經買票的粉絲 不要擔心 因為他這次是可以全額退票的 也要來帶大家看看呢 要怎麼退票呢 如果你是在iPhone上面購買這個實體票券的話呢 你拿到實體票券 只要再去iPhone機台按退票 並且掃描上面的QR Code 還有呢 拿去這個紙本票券跟店員 來做退票的動作就可以了 不過呢 如果你是在年代售票上面購票的話 你是拿到實體票券的話 你還要上網去申請他的退票申請書 再跟紙本票券 還有你匯款帳戶的銀本 一起寄回去給這個公司 不過如果你是在網路上 信用卡購買的話 兩邊你直接按退票 他就可以退到你的信用卡了 不過也是非常的麻煩 而且就有粉絲說呢 他自己的像是機票啊 住宿都訂了 要怎麼樣來做補償呢 目前主辦單位 都是沒有有這個補償的措施公告的 第一次舉辦呢 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呢 今天軍情報戰就聊到這裡